《花蓉》是由居靖一、郭俊臣、刘东沁等主演的轻骨风仙侠剧 讲述了女主未知与男主颜月历经三世孽恋 终破除凤凰涅槃将毁灭三界的浩劫宿命 携手改写天道的仙侠故事 《花蓉》正在热播 在剧中,未知现身颜月 将颜月的千基落之毒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颜月得知是未知解了她的千基落之毒 开始心疼未知 为了救未知先是找了穆老 之后回到天界求父帝救未知 然而天帝却落井下石 逼颜月斩杀未知 阻止未知涅槃 颜月已经爱上未知 不肯听从天帝的命令 实在不忍心对心爱之人痛下杀手 因此天帝让她看到了凤凰害死她母亲的记忆 还恢复了她跟凤凰的前世记忆 每一世斩杀凤凰成了赤日神君的使命 颜月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就答应了天帝斩杀未知 颜月前后转变的态度真的令人失望透顶 难道这一世颜月还要重蹈前世的悲剧吗 或许看懂了天帝阻止凤凰涅槃 才明白颜月斩杀未知的用心良苦 天帝要颜月斩杀未知 就是为了阻止未知凤凤凰血脉第三次激发 阻止未知涅槃 如果未知成功涅槃 那么未知就要跟天帝平起平坐了 再说凤凰涅槃 他的强大也有可能取代天帝 如果未知真的成功涅槃 那么天帝也将随之天人武衰 随之消亡 所以天帝为了自己活命 更为了自己的地位不被动摇 只能造谣凤凰是邪恶祸害苍生 让更多的人去除掉凤凰 而颜月知道天帝之命不可违抗 是铁了心要斩杀未知 颜月只能先假意答应天帝斩杀凤凰 早就想好了救未知的最后办法 颜月假意斩杀未知 第一 就是为了把未知逼到魔族那边 因为他知道只有魔尊能够庇护未知 天帝也会有所忌惮 第二 可能是为了让未知断情 那么未知中的千积落之毒就不会死 未知还能安然无恙地活着 所以说 颜月虽然不能明着保护未知 也没有能力保护未知 但只能假意斩杀未知背后的用心良苦 不管是为了让未知寻求魔族的庇护 还是让未知断情不让千积落的毒发身亡 都只不过是为了让未知好好的活下去